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厉害的荒野美女了 劈开抚目的她 那是一抓一个准 将躲在树木之中的超大蛋白质虫子给一一地抓了出来 看看这数量真是惊人啊 最后更是将虫子卖出天价 简直是厉害了我的宝姐 宝姐不仅是抓虫子厉害 带着小美一起去抓鱼的她那也是顶呱呱级别的 看看这一网干上来的鱼火 真是令人赞叹不已啊 用来做水煮酸菜鱼绝对是一角 当然 妹子可不会天天盯着虫子和鱼 来到火龙果农场的她 那可是好好的过了一把采摘火龙果的影啊 不得不说 宝姐是真的会过日子 上期的宝姐那可是靠着在淤泥汁中寻宝 挖掘到了大量的河棒 将河棒清洗干净之后 足足搞了一被笼 简直是太爽了 舒舒服服的在家休息了两天之后 今儿的宝姐再度出发 不过这一次可不是挖河棒或者是采摘丧刃 而是因为前两日下雨 这样的话山上的棕榈树木桩腐烂得更快 里面可是孕育了一种极品美食 通过敲击树木发出的声音 宝姐便可以判断出那一棵树桩里面有祸 随后就能提起斧头不断地劈砍 将树木砍开 其实这这是通过敲击时的声音是否空洞来判断的 因为棕榈树含有大量的淀粉 里面的宝贝想要生长就会啃食树木内部 内部空的时候 敲击声就比较空洞 而随着宝姐将木桩劈砍开之后 轻轻地一拨弄 便发现了好几只的蛋白质虫子 个头十分的肥硕 同时也能看得出来 这些树木内部几乎被蛋白质虫子啃食的只剩下了树木纤维 里面富含淀粉的部分 那已经是被虫子给啃食的一干二净了 仅仅是在看下来的一片木片上 宝姐便抓到了如此之多的蛋白质虫子 接下来直接在剩下的木桩内收集 这数量真是惊人 关键是这些虫子的个头十分的巨大 相当的漂亮啊 这要是被德爷和贝爷遇到 搞不好就要上演一出刺身盛宴了 毕竟这种虫子富含蛋白质 在东南亚区域内 那可是一道难得的美食 价格还不菲 这也是宝姐之所以抓他们的原因 仅仅第一棵树 宝姐便收集到了如此众多的虫子 实在是惊人啊 这也让宝姐十分开心 同时赶紧地寻到第二个木桩 开始劈砍起了木桩来 这一次 由于木桩直径小了不少 因此宝姐直接采用了沿着底部揽腰砍断的做法 由于树木内部都是被砍实的比较空洞 因此宝姐砍倒树木还是很快的 而且也能看得出来 树木内部那是空洞洞的感觉 全都是残留的树纤维渣渣鞋 宝姐先是对着根本的虫子收集了起来 这里的虫子个头十分巨大 尤其是眼前的这一只 简直是肥硕无比 并且在树渣之中 还有着好几只巨物 单单是这个部位 宝姐怕是就收集到了十多只虫子 而接下来宝姐便开始收集树桩内的虫子了 不过别看树桩个头不小 但是里面的虫子似乎没有宝姐想象的多 第一波也就收集到了七八只虫子 本以为就会这样结束 没想到宝姐继续向着牲畜掏的时候 竟然一下子掏出来了一窝 怕是得有个十多只 最后还在最末端的边缘处 又再次收集到了好几只 不过这部分的虫子个头可就要小上不少了 两棵树木收集完 没想到此时被搂之中的虫子竟然如此之多了 真是过瘾了 至于宝姐 那可没有就此停歇 而是继续地寻找树桩 敲击树桩听声音 以此来判断树桩内的情况 这不 经过一番敲击之后 宝姐又盯上了这根木桩 这个木桩可是根大木桩 宝姐对她有着很高的期望 劈砍也是采用了第一种劈砍方式 直接先劈砍下一大块的木桩 然而期望越高失望也是越高 本以为这是一棵好树 没想到里面的虫子数量竟然十分的少 宝姐不断地撕扯开树纤维部分 也仅仅是偶尔看到一个蛋白子虫子 这让她有些失望 不过既然都劈砍开了 宝姐也不会错过剩下的部分树木 那是直接将整个树桩给扳倒了下来 还别说 在将树桩扳倒之后 底部的虫子数量明显多了不少 而且个头还很大 通过几棵树木的情况 宝姐也是能够猜测出 越是靠近底部的虫子 数量和个头都会越多 这也是因为树桩底部的 淀粉含量高的原因造就 看着贝罗内的虫子数量 宝姐决定还得再搜寻一些树桩 尽可能地捕捉到更多的蛋白质虫子 才不需此行 又是一番细致地寻找后 这一次宝姐选到了一个大树桩 这个树桩可是不好批砍 因为周围布满着残留下来的树枝 想要沿着四周将其砍断 那么操作起来太过麻烦 为此宝姐依旧还是从上到下的批砍 准备先将其砍开再说 一阵批砍之后 内部空洞的老树桩终究 还是难逃被宝姐砍开的命运 这一棵老树桩里面的虫子数量不算少 但是也谈不上过多 只能说是今儿砍伐的树木中一般的水平 不过这棵树的优势是比较高 树桩部分内部的空间大 所以总量上还是十分的不错的 宝姐可是花费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这才先后的将两部分的树桩给查找完毕 收集到了大量的虫子 随后的时间里 宝姐还先后找到了两颗树桩 从里面收集到了大量的虫子 看看最终的虫子数量吧 那真是十分之多呀 而这个时候 宝姐也决定该离开了 这样的话 加紧步伐赶到镇上去 还能迎来买菜做午饭的时刻呢 不过即便是宝姐加快速度的感觉 到菜市场时还是有些晚了 主市场已经没有摆摊的位置了 因此宝姐只得在路边临时摆了个摊位 将所有的虫子装进了大盘子之中 虽然来得迟 但是这种蛋白质虫子在当地可是极品好货 而且数量上不算多 加上宝姐收集到的品质又高 因此不少人都是围了上来 赶紧地要了一些 当然 这种好货自然是不便宜 因此几乎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个时刻要的都不会太多 基本上也就是一斤左右的样子 这种好货最佳的吃法是采用油炸 之后做成椒盐味 可以说是下酒好菜 男人必爱呀 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时刻到来 宝姐的货物那是越来越少 最后的一部分被一个老哥拿走之后 便没有了 果然是好货不缺人了 前后花费的时间不到半小时而已 就没有了 可是把宝姐高兴坏了 蛋白质虫子十分给力 宝姐本来打算今儿再去找找了 但是最后还是没去 一来是之前找的差不多了 要找到更多的可就难了 二来是今儿要来和小姐妹收取和糖之中的鱼货 这个鱼塘妹可是有着不少两人一起养了许久的好 现如今也是到了该抓鱼的时候了 想要抓鱼塘之中的鱼 那么要么放水抓鱼 要么利用鱼网抓鱼 由于这里地势比较低 放水的话 最后还会有不少的水 因此宝姐和小妹决定采用鱼网抓鱼 一人拉着鱼网的一端 然后沿着鱼塘长方向行走 以此来抓鱼 当然 看得出来鱼网长度没有鱼塘宽 定然会有不少的鱼跑掉 但是两人可不只是决定拉一网而已 随着二人慢慢的收容 很快的 第一网便算是拉扯到头了 这个时候只需要不断地将鱼网收紧拉扯到岸边即可 而在二人不断地收紧之下 此时已经是可以看到大量的疑惑了 关键是个头还不小 最后在宝姐主导之下 鱼网之中的鱼货那是直接被拉扯上来 看起来数量还不少 打开之后再看看 好家伙 全都是鲰鱼 个头十分的巨大 最大的怕是得有石巾去了 宝姐和小妹那是赶紧地抓鱼 并且一盆一盆地将鱼货装入到了推车之中 而继续地收取鱼货的时候 这才发现 并不是只有黑的鲶鱼啊 竟然还有着一条粉色的鲶鱼 不过这样的鲶鱼还是比较少见的 算是个例 其他的都是黑色鲶鱼 以往那可是收获到了不少的鲶鱼 为了保持鱼儿的鲜活 两姐妹还在里面放入了大量的水 这样到时候出手鱼的时候价值比较的高 当然 此时推车之中还有着不少的空间 因此两姐妹可是没有停下拉网的脚步 而是继续一人拉扯着鱼网的异端 继续地在鱼塘内捕鱼 而随着二人和之前一般的收网操作之下 这一次鱼网之中的鱼货数量也是不少 甚至不输第一网 单靠一人似乎还无法拉扯上来 最后姐妹二人合力之下 才将鱼网给拉上来 再看看里面的鲶鱼 真是绝了呀 那是一条比一条大 几乎都是五斤以上的大家伙 看起来就十分的肥瘦 绝对的好货 见此状的二人不断地将鱼货一一地装入到棚子之中 以方便运送到车上 当第一盆装满后 小妹便快速地将鱼货给倒入到了车内 这看上去车内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而随着剩下的鱼货一一地倒入到车内时 几乎可以看得出来已经是满了 这个时候两姐妹自然是不会再继续地拉网 毕竟没有地方可以装鱼了呀 为了方便运输路上鱼儿不被晃出来 两人还在上面盖上了一个盖子 如此一来 二人便可以一人推一人拉地运送鱼货 当然 路过家门口的时候 顺便换上一身干燥的衣服再上路 那绝对是要比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舒服得太多了 这一次二人也是没有去到更远的及时 而是在镇上的路边 就开始打开了盖子 准备出手鱼货 毕竟即时太远了 鱼货又太重 走过去实在是难度太大 而且镇上吃鱼的人也多 看看就这片刻的时间 周围便围满了人 开始挑选起了鱼货来 不得不说优质的棉鱼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呀 毕竟这可是宝姐两姐妹采用鱼草和粮食喂养的 没有多鱼的人工饲料 因此品质极佳 吃鱼的都是老手 很容易就能通过鱼身的颜色和纹路 判断出来鱼肉的品质 很多人一次还直接要了两条大鱼 因此车内的鱼儿虽然不少 但是数量减少的却是很快 而且不上人看到这是两个美女卖鱼 因此妹更是积极了 再加上宝姐两姐妹一人负责抓鱼 一人负责称重出手 配合起来可以说是十分的高效和快点 最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大车的鱼货便被处理完毕 两姐妹那是无比的开心 推着空车带着喜悦慢慢地向着家中返回 简直是美滋滋啊